我們的中校節 其實就是明天就會進行 所以可能大家又會見到 明天維園會有很多人 你會見到排山倒開的人 走到維園那裡做禮拜 那麼有趣的 原來就是我們的大節日 將會到臨 這個是做夢 連夢都可以成真 另外就是由帳戶 甚麼是由帳戶呢 那邊躲藏了 看視 甚麼是躲藏了 看視 又有另一個故事 就是摩西 有沒有聽過摩西怎麼接受看視 沒有 好 我們就看看 有一次摩西走到一個山附近 就看到有一個火堆 於是就走去看看發生甚麼事 去到那附近就聽到有一把聲音就跟他說 他在火的附近和四周的人都蒙主的福佑 讚頌真主 全世界的主 超絕萬分 其實這裡就記載了那次就是摩西聖人 他就是接受啟示 那次就不是好像剛才那個例子發夢了 這次就聽到聲音 那見不見到有任何的形象在前面呢 沒有任何的形象在他前面的 那這個是另一個方法 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太視者了 那古蘭經另一個詳詞就跟他說呢 李傳扮是壽視 這個折布你來的 都是因為他共真主的命令 將啟示降在你的心上 以證實古蘭引導世人 並且向信誌援報起 折布你來呢 其實是一個天使名來的 那可能你說又是誰來的 那有沒有聽過Grabbill啊 沒有 聖經裏面呢 有一個大天使長 OK 就叫Grabbill OK 其實就是同一個天使長來的 那他這個天使的責任是做甚麼呢 就是專門為上主呢 就是降視啟示給那些使者的 那總共呢 是說有三個方式 在古蘭經人提到 就是呢 通過這三個方式的其中的一些方式 就會將啟示降視給人的了 那在古蘭經裏面呢 提過呢 有四個的使者是接受過啟示的 那包括呢 就是Ibrahim聖人 魔妻聖人 五德聖人 即是大衛聖人 伊莎 即是耶穌聖人 那最後就是魔妻聖人 那它裡面是這樣說的 根據古蘭經裡面 它說呢 有教養的人確已成功 它紀念它的主的尊名 它近首拜功 忽然你們卻選擇今世的生活 其實後世的生活是更好的 是更長久的 這確是再在古經典中的 再在伊布拉謙和蒙殺的經典 在這個經典呢 我們看回古蘭經的意思呢 就是Stohoof 就是剛才所講的拆跡 另外呢 摩西呢 摩西我們經常聽到十大 是不是 Tora Tora 這個字呢 在古蘭經也講到 我在土拉格Tora裡面 對他們制定以命償命 有沒有聽過這個 是不是 在這個摩西經裡面講過的 以眼還眼 以鼻還鼻 在古蘭經裡面已經提到 就是在摩西經裡面 是有這些律法的 印證以前的經典 這個就是 那另外 達伍德 收到的叫做 宰普爾 Zabu 這個名字就是Zabu 就是給達伍的 另外 耶穌啦 耶穌收的呢 叫做 人之勒 這個名字呢 也在古蘭經裡面走出來的 那這裡呢 就提到了 在我眾事之後 俗派以摩爾 Miriam的子 馬利亞的子 以撒 耶穌 以證實在他之前的Torah 就是說 我們知道 耶穌來之前的是誰 耶穌之前的是誰 耶穌之前的是誰 是誰 摩西 是吧 其實如果我們看有新約 舊約 其實我們知道 舊約其實是什麼 舊約就是這個 Indue 其實這裡也講到 其實耶穌來的經典 是證實他之前的Torah OK 這裡講到 也有向道 光明 證實他之前的Torah 並且作為經歸者 向道 和勸戒 你看到 不斷 剛剛在古蘭經裡面都提 他的指引是用來做什麼 是向道 勸戒 勸人行戰 指引人走向正道 所有的經典 都是有同一個特色的 最後一部 剛才講到 就是古蘭經 好了 你說給牧聖的看事 是怎樣給牧聖的呢 其中一個塔脈 叫阿爾沙 阿爾沙 他就說 其中什麼 就問 有一個聖門弟子 就問 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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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怎樣接受啟示 阿爾沙 怎麼給你啟示 於是 乎聖人就說 有時 就好像一些靈聲 那樣 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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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傳來給我的 這種 其實是很艱難的一種啟示 對他來說 每一次都很辛苦 他到他離開的時候 就要肯定 他已經記實了這個啟示 天使才會離開的 另一種呢 就是天使呢 就會化為 好像人一樣 跟他聊天 講給他聽 讓他記住了 然後呢 他又離開了 那挺辛苦啊 他說呢 他說呢 他曾經呢 見過呢 牧聖 在嚴寒的時候 接受啟示 當這個天使離開之後呢 聖人的額頭呢 全部都在寒 即是一個很辛苦的經歷來的 每一次的啟示都是 接著他再講 他說 麥士呢 有時呢 是好像夢那樣 啊 比佛城的 有時呢 聖人呢 就很喜歡呢 就是闢靜啦 就走到希拉山洞 獨自沉思 你說為什麼這麼喜歡 希拉山洞獨自沉思呢 其實又有一些故事的 在當時的阿拉伯社會呢 其實如果可以看回歷史書呢 其實是很黑暗的社會來的 那些人呢 他們的特辱啊 他們的行為呢 很醜惡的 所以呢 這個木星呢 他很多時候呢 都很想遠離這些不好的事物 所以呢 整天呢 就走到山洞那裡 自己沉思 去反思一下 這些人的行為啊 有什麼可以做啊 那樣 直到他有一天 到他40歲的時候 他又去沉思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呢 有一個聲音 有個T字 走來了 無端端就跟他說 你念 Igra 這個在山洞那裡 Igra 於是胡錫人說 我不懂得唸啊 接著呢 他又再抱著他 接著又跟他說 Igra 又命令他 念什麼呢 接著說 我不懂得唸啊 唸什麼呢 啊 好害怕啊 是不是 都不知道唸我 我叫你無端端唸 唸 唸你唸什麼 你是不是都會這樣懶問我 是不是 你要我唸什麼才行 上次叫你得 木星是一個什麼人來的 不懂得唸的嘛 不懂得唸的嘛 不懂得唸的 你無端端唸什麼才行 這樣 接著 最後 他呢 就跟我說了 I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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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唸 唸什麼 他說原來天使就教他唸了這一段的經文 意思是什麼 他說你應當奉你的創造主的名義而去唸 Bismina Hil Rahman Yurahim 我們經常都說奉之人致辭 真主之命去開辭 奉他的命去唸 唸些什麼 他說 阿嬤曾經用血塊去創造人 血塊創造人 記住 我們遲些有一個就是講古蘭經語科學 為什麼用血塊去創造人呢 記住這個問題 到時你會有個答案 這麼深奧的人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他又會唸 他說你應當去宣諾 你的主是最專業的 他曾經教人用筆去寫字 他教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東西 這個就是第一次國事的經文 就有五節的經文 希拉山洞在哪裡呢 其實記不記得木正在哪裡出生 又考你們了 木正在哪裡出生 記不記得 有沒有人記得 墨家出生 你好像蘇布林問了 我不給了 是墨家出生的 這個山洞其實是墨家的 這個是那個山 這個山裡面有一個山洞 你看到人們走去看 希拉山洞 其實很小的山洞 OK 如果你是木正 無端端 有隻野狗出來 叫你去念 念完又走了人 現在你是木正 你有什麼感覺呢 撞邪 撞邪 可能自己 是不是 還有其他答案 見鬼 很害怕 很害怕 以為自己在發夢 撞邪 發夢見鬼 什麼都齊了 然後你會怎樣 你留在山洞裡 你留在山洞裡 當然不留 然後走人 木正是人 他都有很自然的反應 好像你和我一樣 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走情 於是 他回到他的家 平靈泛南 跑回太太家 然後就跟他們說 快點拿張皮來 快點拿張皮來 被我蓋住 害怕到這樣 然後就說 死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不知道會有什麼邪靈入侵 OK 很害怕 他的太太 於是乎 就跟他說 他的太太說 以unline的名義發誓 很可愛 那時候是unlock的嗎 不是 Islam是unlock的嗎 是不是 online 這裡是說online 很可愛 有沒有解釋過 什麼叫online 很多課 有沒有人記得 什麼叫online 不是online 不是現在上網的online unlock unlock unlock什麼意思 有沒有知 所以 真主 真主 不是Islam才有的嗎 為何無緣無故 卡地集的時候 無緣無故跟老公說 真主發誓 其實online這個字 在未有Islam之前已經有了 就像我們這樣 我們說神這個字 你不要說如雷神祖 欲皇帝帝 未說這些名字之前 人已經知道有神這個概念 其實在阿拉伯國家一樣 online這個字 不是在夢性傳道之後才開始出現的 不是在Islam開始宣教才有這個字出現的 online這個字 根本一直都在他們的文字裏面 指的是獨一的主宰人質 online這個字本身是獨一的主宰的意思 如果我們再看阿拉伯文字 是很有趣的 阿拉伯文字 每一個字都有分 男、女、中數、單數、複數 唯獨online這個字很特別 這個字是沒有中數 沒有複數、沒有雙數 只有單數而已 這個字也沒有陰性和陽性的感覺 即是online這個字 你不要想一下online 是否男還是女 沒有的 online不是女的